主席,多謝黃世民議員,黃潔晶議員,龐千議員,馬志誠議員,李靖議員和五位議員的提問 我想大家都不約而同是關心著澳門的經濟的發展 在這裡我想做一個總體的就這個問題,我們一個部署性的回應 我想澳門是一個外遺傳度高的城市,是很容易受到外圍的經濟影響 今次的疫情,我相信大家表露無謂 但是澳門也都有它自己的優勢條件 我們的財政穩健,我們沒有外債依存 與此同時我們的社會穩定和我們居民的價值觀基本同一 在新冠疫情之下,澳門是沒有被打垮 反而讓世人看得到澳人面對危機時,眾志成成團結一致 以及社會整然有罪 澳門在2020年的GDP估計收縮是56.8% 這個數字是調整當中,但是那個幅度估計都是會超過五成 由年初到現在,我們經歷過齊抗疫、補元氣 以及找經濟補來需這兩個階段 目前已經逐步進入引客員的復甦軌道 9月23日開始,內地旅客恢復來好 雖然客量是未及我們希望的數量 但是總算澳門的服務出口有了一個節點以及轉機 目前來說,支撐本澳經濟的主要還是內需性 而上一次12月29日,我都跟大家交代 以現時的康蒜,我們的GDP,我們的基礎 基本上透過內需支撐,若我是佔66% 當下政府應做而可做的工作就是加大公共投資 透過積極的財政政策,我們擴大內需、穩定就業 我們就要在市場不確定的時候做確定的事 明年2021年,大家都關心經濟範疇整體的部署工作 我在這裡跟大家交代,基本上可以再歸納一下 就是基本上我們是透過積極的財政政策 加強公共投資 正如剛才李正義議員提到的問題就是 我們希望加大公共投資製造多些的就業機會 另外,亦都是在我們現在周期期間做好我們的基建 同時亦都維持為民的措施,穩定民生 第二方面就是我們有兩張名片 一張是世界文化、歷史、街區以及創意、城市、美食之道 都是本澳的一個重要兩張名片 所以我們要加強在旅遊方面的推廣 明年我們希望結合電商、城市、文化、體育、美食、購物以及娛樂 這些元素形成了一個合力的關係 我們希望豐富旅遊體驗 強化我們的文女品牌 讓旅客來到澳門,感受到 禮澳門值得再來 第三方面,我們也希望發揮旅遊綜合力的 各個提升的同時 重點聚焦剛才幾位議員都提過的 金融業的各個發展,尤其是債券市場 我們希望培育澳門的資本市場的逐步發展 另外,會展業、中藥產業,我們有一定的基礎 譬如說會展業,去年我們總共有1536場 也只是說我們每天都超過辦三場以上的會議 會展帶來的好處就是 除了是參會的人員之外 也都帶動各方面的消費 包括住宿、餐飲、購物 我們也都看算過,如果是會展客 它的消費是比一般的自由行消費來得高 中藥產業,等一下我會再開箭跟大家說 中藥產業明年是一個機會 因為我們中成人註冊法希望明年通過 我們希望能夠將一些股方 或者甚至醫院用的一些製劑 能夠轉成成藥生產 最後拿澳門的批號 有機會利用去年11月公佈的15項 優惠港澳計劃的其中一條 就是澳門的註冊的成藥 是有條件進入灣區 因為灣區有7千萬人口 有5.6萬平方公里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一步的機會 我們先將這個邏輯打通 當然我們不能夠忘記 就是繼續提升中小企業的競爭力 剛才幾位議員都提過 尤其是我們希望今年的第一個場景 就是將支付這個平台建立起來 我給大家一個數字 基本上現在我們的機具 以及二維碼的標示 已經是去到六萬套 基本上我們的餐飲或者零售業 基本上已經能夠提供第三方支付 尤其方便遊客 現時內地遊客用的兩種支付方式 基本上在澳門的零售業 或者其他餐廳基本上行得通 明年當然我們也都希望 在聚合支付方面進一步整合 方便旅客也都方便澳門的居民去 使用第三方支付 令到有一個場景 有了場景之後 明年的工作就是希望在後台管理方面 進一步提升 因為有了支付這條鑰匙打通了之後 後面就可以進行管理 有了數據之後 你就可以改良你的產品 以及知道你的顧客需求 定下你營商的政策 這個我們希望幫眾小企 打通這個工作 我們希望店舖透過優化 能夠24小時不打仰 所以我們一起做回頭客 頂方面我們都希望加強 融合國家的發展大局 進一步深化粵澳合作 尤其是粵澳攜手協力 做好橫琴發展 最重要拓展我們澳門的產業發展 空間和民生的發展 主席議員 基本上這一個就是我們明年的 整個工作的部署和藍圖 剛才黃世民議員提到有關採購的 就是那個